有人问到底是看世界重要还是攒钱重要 这个问题我思考了许久 还记得小的时候去一趟省城会感觉很远 但是今年过年回家好像也没花很长时间 历史有个愿望就是去海边徒步露营 于是赶着这次春节我们背上背包踏上了这趟旅程 这个机器的脉里耗尽天气很暖 闲闲的海风一面吹来 那天把帐篷搭在沙滩上看着眼前的日出 我做了很久 曾经以为人生就是这样了 做一份差不多的工作拿着差不多的薪水 然后按照既定路线一路打快升级 其实很多时候生活总是不容易的 每天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解决自己的情绪 一直想着等自己达到某种条件之后 才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8岁攒下的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但18岁看过的世界会在我的28岁38岁 甚至48岁依旧有回响 就像是电影院清单里写的一样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不会做了 是啊 我看到了海 和想象中的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